第十三集 也不说话 问帝后可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凤九愁愁了半赏 心想为了帝君呼出去了 他叮嘱药王说自己最近身体太虚了 但是帝君他年轻气盛 那个 那个规房知识太多 他要休息一段时间 但是不能自己说 所以明日他晕倒时 请药王去给他开又苦又新 最好还是补血的药 药王弄明白帝后的意思之后 指甲的脚底都烧了起来 自己一把老骨头了还是第一次 遇到这种事 觉得帝君果然是天地共主不同凡仙 凤九拿了吃后会暂时晕过去的药 并威胁了药王后回了太成功 太成功帝君和凤九的请殿 用了他们最喜爱的粉紫色细纱装饰 凤九又挂了风铃 夜风吹进叮咚作响 夜明珠悠悠地闪住荧光 安息乡亲飘鸟鸟 帝君正半躺住看一本佛经 凤九把手楼上帝君的腰 想到明天就要实施自己的计划了 但要等许久才能同帝君温存 他小手开始在帝君的腰上游走 又轻柔地叫了声 东华哥哥 哈 帝君的佛经掉下来砸到了他的脸上 帝君手一抄把他抱到胸上 你刚才叫了我什么 凤九娇羞道 东华哥哥 帝君轻柔他的脸 在他耳边低声道 你现在太坏了 凤九轻轻吞去他的上衣 用唇柔柔地触碰帝君胸口处的伤疤 凤九心里想住 东华我不要你再痛了 我会保护你 帝君一阵战力 手臂越发紧地纠缠住他 他也任由他缠住自己 领住他行外山川 花海到达彼岸的终极之处 次日 太成功的厨房里 凤九手里捏住药网给的药面 他向水里抖了一些 怕不够又抖了一些 透过窗子看帝君还在树下坐住 赶紧一口气喝了 又端住给帝君的茶走了出来 刚出了门 他觉得怎么这么倒霉 连宋和思命来了 这不 他的一声他晕了过去 树下的帝君闪电般的速度揽住他 摸住微弱麦西的凤九脸都白了 抱回寝室的功夫 思命也把药王接了来 药王摸过凤九的麦 坑坑叽叽不说话 连宋急道 你倒是说啊 地后这是怎么了 眼看住仓壳见出了窍 药王才大住胆子说 地后怕是身体有些虚亏了 可能是年纪小 那个 那个闺房知识太多了 要 要休息一段时间 啥 连宋看住药王通红的脸 笑得跟太阳花一样 他拿扇子轻轻地敲敲地君道 东华你果然是无人能及啊 凤九虽然醒了 可他根本就不敢睁眼 你说咋那么倒霉 就赶上连宋和思命来了呢 当药王从太陈宫走时 看见被帝君甩出去的连宋殿下和思命还在门口笑呢 老人家想起刚才出窍的仓壳见摸了把冷汗走了 晚上凤九看朱药王给开的药 眉头拧在一起 那药闻住又苦又腥 帝君一勺勺给他吹凉药 为他 凤九闻了下 就推开了死活不吃 帝君加了糖哄他也不吃 帝君急啊 这可咋办呢 凤九眼泪汪汪地望住帝君道 夫君你陪我吃 我才吃 一碗又腥又苦的药 两人你一勺我一勺地喝完了 第二天凤九干脆一人装了一碗对帝君说 民间有喝交杯酒的习惯 咱们也这样喝吧 帝君为了叫凤九喝药 凤九说啥他都同意啊 两人交杯一大碗药 第三日凤九只走了沐云并受了结界 他把预告按哲言的方法煮好 一把短剑毫不犹豫地就对准了自己的心口 平时凤九他最是怕痛的 可此时他心里装得全是帝君的痛 他不愿意看见帝君苍白的脸 他咬住牙接了半中血和预告混在一起 凤九此次思虑地及时周全 他把早先准备好的白花鸡血对到了自己碗里 又把帝君的那一碗加了药王的草药 晚上和帝君喝交杯药时 凤九说今天加了哲言送来的预告 听说是父神留下的 对身体极好不知道真假 帝君道要的话哲言最懂 他说自是真的了 一连七日他都按哲言说的取血给帝君煎药 毕竟他还是指小狐狸 身体吃不消 看住很是虚弱 好在他身体里有帝君的赤金血也并无大碍 帝君也看出凤九气色不好 心里很是筑疾和伤心 正好哲言不放心来看凤九 给凤九留了些不屑的药 意味深长地对帝君道 他都是为了你啊 太成功月色之下 帝君备注凤九慢慢地走住 凤九抬头看了看又快要到圆月之日了 他在心里对帝君说道 崩华我最爱你了 不会叫你再疼了 手又搂紧帝君一些 轻轻地睡了 九重天上还是祥云万里百花争宴 可空气里似乎多了些诡异 又多了些暧昧 八卦的小团队一个个热烈又谨慎 八卦司命红的发子就快烧起来了 最近他没用过金克子吃饭 宴请不断 天君也是有颗八卦心的 那尤其是对帝君的事最上心 听说自从帝后生病 这天宫里的仙官就经常被自家夫人给踹下床 那些仙官的日子不是一般的难过 今日散了 朝就把私命留下了 一般正经地问了帝君帝后的事情 然还赶紧通知朝务管事 最近没啥大事不开朝会 有啥大事也不用请帝君 老人家也找得偷笑去了 太成功是被帝君的阴霾笼罩住 小宫儿见了帝君都躲得远远的 就连众灵的一颗星都揪住 今日帝君躺在树下的长椅上 拿了本佛金盖在脸上 心里一闷 想住小白他都七八日不和他同踏睡觉了 晚上居然还在浅室里加了一张踏 把滚滚和阿黎一边一个牵住睡 那滚滚战斗经验丰富 睡觉时不知从哪里找来的铃铛缠在身上 夜里还叫小麒麟叮烧 白日里想去朝会教训个人 却没人来请他 凤九看住帝君这样又心疼又好笑 只能做了好吃的哄他 偷偷地叫成林请连送来陪他下棋 这连送刚坐下 就听见小燕摩军一嗓子 小九老子来看你了 手里还拎了两只魔族的魔灵鸟送给滚滚完 连送一看笑了 心想小燕啊你太倒霉了 小燕只瞧着荧光一闪 仓河剑就在眼前 帝君闪到跟前 打架不 小燕傻了 平时总找冰块连打架 他理都不理 今日哪来的好事啊 眼一瞪道 怕你啊 打就打你个冰块 他脸子还没说出来呢 帝君的仓河剑第二次就到了眼前 这俩人从太成功打出了南天门 打得也是风云变了几番 帝君的剑牢牢地压制住了小燕 在一旁观战地滚滚第一次看帝君打架 小眼神里全是崇拜 打了一会 帝君收了剑说饿了回家吃饭 跳下云头拉了凤酒走了 气得小燕这个骂 连送坏坏地道 你过几天再来 再来 又到一个圆月之日了 凤酒从早上一起来就神思恍惚 摔破了好几只碗 他取了七日的心头穴做药饮骗帝君喝 今夜就是帝君剖星之日 想起那日帝君苍白的脸 他的心就一阵阵的痛 他既想时间走得快一些 又担心那个时刻 如果这个方法不管用可怎么办 真是应了那句话 踩下眉头 却上心头 当月色铺满了庭院 帝君进时事之前 他追了上去 从后面轻轻地抱住帝君 帝君回头道 越来越黏人了 我一会儿就出来 凤酒恩了声道 我等你 帝君进入时事有两个时辰了 凤酒的手心里全是冷汗 那种期待 焦虑 恐慌一分一秒地叫他喘不过起来 他念了一段心经 稍微平静下来后 走上了通往时事的小路 时事的门口众林设了结解 门给他留了条小的缝隙 凤酒封住自己的气息 破了结界靠近时事的门 凶剧烈地起伏住 蜒蜒看坐在木榻上的帝君 双眼微闭 面色红润 双手平稳地放在双腿之上 约过了一盏茶的时间 帝君睁开眼 神色有些不解 伺候在身旁的众林道 帝君今日眉腾 帝君缓缓地说道 这副神留下的东西这么强吗 帝君 你先出去吧 丛林那么一个沉稳持重的 仙官脚下也划了一下 他见门外的地后一脸泪痕 嘴唇也咬出了血 浑身轻轻地颤抖 等远离了时事凤酒问丛林 帝君他没有同队吗 一点也没有同队吗 丛林也很激动 只是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丛林望住地后 渐渐走远的背影 心里隐约觉得可能发生了什么 但他也说不清 凤酒勉强支撑住身体来到后花园 坐在墙角哭了起来 他的东华再也不用忍受剖心之痛了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去哪里 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